我的台湾人 透露了他们的病毒跟病毒共存的复杂心情 旅居英国的台湾人 面对变种病毒心慌慌 本台记者独家访问到 在考文锤念大学的学生 他透露暂时不回台湾的原因 蛮为难的 因为毕竟很多事情都是必须要在当地处理 那回台湾也开始越来越困难 不只是课业上难割舍 还得考虑到回台湾要14天 居家检疫再加上7天自主管理 时间比较长 学生担心变种病毒 但是要从英国飞一趟台湾 飞机票可不便宜 遇到就是说定机票的部分 会遇到比较贵的状况 然后听说前一班飞机 好像还有人就是有高烧的状况 所以这部分都会造成 我们回家都有一点点恐慌的状况 他也分享有在伦敦的朋友 遇上超市恐慌购物潮 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在伦敦没错 然后有些朋友就 还是有遇到无知匮乏的状况 超商他们有一些就是民众暴满的状况 不过他们也陆陆续续有在控制好 相对于学生要顾及课业 也有台湾人妻因工作的关系 在12月初疫情期间飞往英国 英国生活的状况就是 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 然后吃东西啊 还有买一些生活的必备品 基本上就是从网络上订 伦敦街上空荡荡 黄小姐透露街上戴口罩的人不多 但是比3月份疫情爆发初期还多 现在也比较会保持社交距离 现在伦敦的街道人 比之前那圣大街的时候少蛮多的 黄小姐透露她目前不会回台湾 除了个人生涯规划之外 其实也是担心 在飞机上被传染的几率反而更高 旅居海外多一份小心 就算无法返台 尽力把可能染疫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